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开关引号出事或者是惹争议呢 那么到底马智里有没有发表这一番谈话 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是他缺乏政治敏感性呢 还是媒体错误权势 还是两者其实都有 马智里当然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今天中午就在他的脸书上载了一段23秒的音频 记录了昨天记者询问马智里 以及马智里本身的回答 如果这段录音是没有经过删检跟修事的话呢 必须放个disclaimer 那么其实马智里的回答是非常短的 就算不断地被记者追问 他还是坚持同样的答案 他说 所以他的谈话呢 其实他要代表的 他要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他要先研究对方的这个建议 那么之后呢 就停在那边 就没有进一步发言了 那今天呢 他就在脸书就曾经说 在新大马的精神下呢 他们是聆听任何的意见 但是聆听呢 并不意味着拒绝或者是接受了 因为呢 新大马之下呢 其实所有的人呢 都拥有啊 自由提出意见的权利 但是有关的这个意见呢 必须是以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提出 他也附上了昨天讲话的音频 刚刚我们的蓝主编呢 也有带出来了 也希望说这个谈话 虽然是非常的简短 但是他希望呢 就是不要被曲解 那么昨天发生了这个事情 今天呢 一些报章就打出的标题就是 马智里探讨单元流教育 那么另外一些呢 则打出说 马智里说 还未收到有关单元流教育的建议 两个标题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 以及感官 第一种标题呢 是直接冲击读者 第二个呢 则相对的比较温和 那么支持马智里的人就说 媒体就是标题党 花重取宠 激发民众对马智里的这个不满 那么媒体的解释 没有啊 没有啊 马智里确实是这么说 我们只是根据部长的谈话 来打标题而已 也曾经当过记者的主管的男主编 那要问你一下 你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出在哪 其实媒体有些时候会选择一些比较吸眼球 开关引号的这个谈话 或者是标题 或者是用语来做标题 吸引读者来点击阅读 那么一些媒体呢 则有 政治议程 比如说他会选择特定支持 某一个党 或者是某一些人物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存在的这个事实 关键是新闻专业的操守 还有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这些标题是不是有意诚的 要把马智里把它描绘成是种族主义 是把它描绘成是反华人 或者是极端的木星 就是要消灭华小 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从这个出发点去打这个标题呢 不过对于一些保守派的马来人 他们可能觉得说 马智里其实他是相当要讨好华人的 他没有站在马来人的角度 没有站在穆斯林的角度 所以在华士跟在马来社会针对马智里 会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那么其实这也反映出 我们处在一个相对分裂的社会 当然马智里 他可以以另外一种更有政治智慧的方式 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能够减少民众对他的这个财疑 以及一些媒体可能对他存在的一些偏见 比如他可以说 目前政府没有意思 要探讨现有的交易制度会继续维持 但是关于土团党 我党领袖昨天的建议 我会向他了解 那么如果他这样回答的话 就把这个土团党领袖的建议 把它锁在个人的阶段 而不是上升到土团党 或者是上升到更大教育部的政策方面 甚至影响到全民 所以如果他有这么政治技巧的方式来回答的话 其实这些争议就能够淡下来 当然我没有要维护马智利 对他也有一些不满跟其他的一些意见 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在这一个时候 去碰这个单元流教育的课题 因为他是一个密封 你去捅他的话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再加上现在他的焦点是 免费营养早餐 干嘛要去碰这个东西呢 没错 所以也希望马智利的助理 能够把刚刚蓝主编的这番话翻译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部长去了解一下 继续锁定在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D Plus 下段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